来看立法院明天就要表决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而在复议前夕三党斗法 先来看行政院长卓荣泰连续两天到立院备巡 国民党立委质疑说赖总统宣布成立三大委员会 根本就是侵犯行政权 而对此卓荣泰反驳 表示委员会只有讨论行政院负责执行 我曾经当过立法委员 我那个时候心里也有不喜欢的行政院长 我现在不会成为立法委员心目中不喜欢的行政院长 没说当初不喜欢的行政院长是谁 但不希望坐上这位置立委对自己有怨言 21号复议表决前卓荟先来接受直求对决 大家协商的结果仍然是急问急答的时候 那你要不要打 坚称总统国情报告急问急答就是违宪 在业党也颁出宪法 指引总统成立三大委员会等于把手伸进政院 你觉得今天其他一道行政权 干脆你做个手板 我们请外面的七鸟帮你一起去维护你的权利 所以我真的觉得 制度越走越奇怪 而且这不就是跟那个习近平一样吗 他搞了一堆工作小组来驾攻国务院 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 让行政院成为总统府的行政处 颜看竹荣泰面对蓝营接连狠批自家立委帮出气 炮轰国民党团总招傅昆奇三读法案 却把自己身上国安司搬到异常里 就算国会改革复议表决蓝白势在必得 卓奎还是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立法院明天要表决国会改革复议案 除了青鸟再次重返立法院外 这次也是蓝营首次动员蓝营声援 就怕双方支持者爆发冲突 北市警方也部署了500名警力在立法院周边介护 而立法院内长得像的两名女立委 也要分别有不同的装扮 才不会让人搞不清楚 国会改革复议案立法院5月21号表决大战 青岛东路被一分为二 这一头是青鸟 而另外一头则是蓝营 就怕双方会有个冲突意外 北市警方严正以待 就怕任何擦墙走火 因为不止青鸟蓝营支持者也要到立法院外头 台北市警局打算出动500名警力 6月21号表决当天 300名警力在现场 200名则随时待命 警方也对立院周边进行交管 青岛东路济南路全面已经管制通行 21号蓝营聚集则扩大管制青岛东路 中山南路是人潮溢出 随时机动管制 但委员也得做好自保 尤其壁垒分明之际 总不能出现乌龙情形 要进空直询台 看背影把国民党立委王鸿威认成民进党立委 吴思瑶 这种乌龙在立法院内可以很快排除 但院外不同立场的民众直接开骂 可就误回大了 外形提高辨识度就怕知识者傻傻分不清楚 无差别攻击 但在标决前蓝绿热身赛已经悄悄快大 放睡袋又如何呢 怕有睡袋嘛 只是想要把主席当成露营区嘛 穿出红生汗要带睡袋过夜议场 手上却没见到任何睡觉用品 副总招一接到消息 扣澳党团成员排班回来守议场 就怕一个大议被绿营多得先机 TVBN新闻 有青鸟有蓝鹰 现在还有白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发布影片 针对了财化法的修正案 表示国民党的版本要中央出5000多亿元 根本没有顾及财政纪律 也喊话希望能够得到民进党团的支持 就被质疑难道需要切割国民党 摆脱小蓝吗 拍影片提出民众党版本财化法修正草案 也就是在不影响中央的状况之下 每年岁出岁入剩余平均大约2000多亿元 再按公式分配 优先弥补基准财政收支差额 不过对比国民党提的 预计增加中央释出财源5777亿元 并且按各地方人口比例分配差距悬殊 蓝白难得不同调 批评国民党版本根本没顾及财政纪律 也喊话民进党如果不支持民众党版 可能就会保送国民党 而是否也要从这里开始摆脱小蓝称号 一天到晚你们不是批评我们没有自己组建 那我们现在自己组建 你说我们又是立白 那我们跟国民党合作的时候 你们又说我们是小蓝 那现在又说我们小立 其实我要告诉我们所有好朋友 我们真的有台湾民众党自己的组建 强调民众党有自己主张 但蓝白提出不同版本 反倒民进党媒体案也等于必须择一支持 这没有什么小蓝不小蓝 小蓝不小蓝的问题 而且就是讲道理 讲道理 我听起来柯主席跟我讲话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也把财化法列为 民众人要推的重要法案之一 同样提出财化法修正草案 要求中央释出裁员 但是提案内容蓝白大不同 恐怕会在国会另辟战场 TVVision现有热重视台北采访报道 IT处长孙小雅将在下个月初卸任 离开台湾 而今天下午她也特别前往立法院 拜会院长韩国瑜 不过上回两人见面的时候 韩国瑜为了引导孙小雅 就合照位子有亲碰到她的手臂 就被绿营批评说没有国际礼仪 而这次接见 韩国瑜除了握手致意 其他时间都保持安全距离 7月初卸任之前 AIT处长孙小雅前来拜别立法院 蓝绿白党团各派代表 迎接立法院长韩国瑜 当然得出现 简单握手致意 示意孙小雅 这里请韩国瑜全程保持距离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阵初期的拜会合影 韩国瑜倾出孙小雅双臂 被绿营批评 没有国际礼仪 这回似乎格外小心 印象都是非常的融洽的 那院长也充分的表达 对孙小雅处长离开台湾之后 希望还有机会 还能够回到台湾来 孙处长有特别提到 他已经打包好他的行李的 所以说不要给他太重的 所以就送了他一个很可爱 他看到也非常喜欢的 一个小小的花瓶 送上小花瓶当作道别小礼 韩国瑜对外 善尽地主之宜 不过面对朝小野大处境 令担心美方对台军售 将欲阻力 执政党的忧心不成问题 试图营造中立 TVBH的追踪学会 太被不懂 AI现在是显学 成为兵家必争市场 人才也是重点 不过现在传出 三星有多达500多名的员工 跳槽到挥答NVIDIA 但是三星也从挥答 挖走了200多人 同时也带走了台积电195人 抢财大战不断 产业界指出台积电吸走人才宛如黑洞 挥答执行长黄仁勋 走到哪都在争财 而现在看来还真的 有从低营挖到人才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 三星有多达515人 跳槽到挥答 但是三星也不甘示弱 挖走了挥答278人 同时也带走了台积电195人 只是各大厂相比起来 195人对台积电影响似乎也不大 尤其越来越多大厂指出 台积电把人才都吸光了 德国光学技术大厂蔡斯 半导体主管就提到 台积电是台湾人才黑洞 让公司在外争财面临很大挑战 就有理工科新鲜人和我们分享 近期不少同学都在面试半导体大厂 其中台积电是不少人选择 台积品性也不算特别高 只是因为一些加班或是感谢的部分 不过台积狂吸高阶人才 对台湾市场产生强大磁吸效应 更挤压到其他产业 苦喊无法在国内找到足够人才 台积电资深副总侯永青也喊话 认为台积电抢财说太夸大 因为每年台积估计也有两到三千人离开 应该扩大半导体产业人才才对 只是大批求职者们想进护国神山也是事实 也让这场AI抢人战更加百热化 TBS新闻王强张慧仙台报道 有民众发现电动机车的换电站 竟然设置在邮局里头觉得很新奇 而我们实际上网查也发现有不少换电站 位在朝乡门口有遮蔽又能挡风 民众觉得很方便 骑车骑到一半发生没电危机 赶快到附近的换电站来换电 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车主发现 换电站都会悬在像这样子 可以挡风又有遮蔽处的地方 中山区超山外设置换电站 摆满电动机车的电池方便车主随时更换 这个位置不仅能遮风避雨 还可以躲太阳 另外还有民众发现 换电站竟然设置在邮局内 是吗 那么说 就比较方便 可能是能够阻挡太阳照射 能够帮它做省电的效益 真的是夏天高温考量吗 我们实际问了化学老师 他点出锂电池在30到40度之间 使用上没有问题 不过要特别留意通风 以及避免阳光直射 反倒是低温环境会让蓄电的效能变差 除了气温 还有机车达人认为 一到室内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 有些事外是公有地 他要申请也不好申请 然后店家 他跟店家合作的话 他只要给店家一点点的利润 然后他就会变成 他的充电账就会很多 根据机车行老板指出 业者出租自有空间 给电动机车的业者设置换电站 每个月大约可以领取 一到两千块的报酬 也不用担心电费汇报掉 由电动机车的业者自行负担 而至于换电站的设点考量 电动机车业者表示 室内的站点比例极低 主要还是以主要干到车流 以及地点显眼度为考量 特别是在六都有超过 百分之三十的电池交换站 会在连锁便利商店 还有量饭超市旁边 夏天到七市骑了一整路 也可以喘口气凉一下 全球各地受到了热浪的袭击 穆斯林的年度盛事 卖家朝圣 因为当地气温飙到51.8度 造成至少900人被热死 而南韩首尔也发出 今年第一波的热浪警报 伊斯兰教圣城卖家的天房里 集满来参加年度盛事朝警的民众 卖家外的阿拉法特山 也全是攀登人潮 每个人都撑着阳散 因为几乎没有遮阳的地方 沙鲁阿拉伯表示 今年有约180万人参加朝警 不过因为天气炎热 17号气温一度飙迫51.8度 造成922人因酷暑死亡 还有1000人失踪 阿拉伯当局沿路设立冷却站和不睡点 但很多人透过非正规管道前往 因此无法使用这些设施 因而中暑昏倒 而在亚洲的南韩也受到酷暑袭击 하루에만 전국 97개 기상 관측 지점中 35 곳에서 역대 6월 최고 기온 기록이 경신 됐습니다 19号说白天测到35.8度 是今年最高温 沁山更是测得39度 在当地举行的棒球比赛 因为要撒水降温 比赛一度中断 不过激州岛等地将开始降下豪雨 热浪与大雨交互出现 影响农作物收成 여름 배추는 문제가 되기 때문에 지금 여름 준비해서 저희가 본 배추를 한 만 톤 정도 비축을 해놓고 不过高温也造福特定产业 因为热浪来袭 南韩的冰淇淋相关股票 率先上涨 一至两成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